热气球光雕秀 精彩到令人陶醉 台东最近旅游人潮大爆发 使用振兴三倍券在当地消费的人也不少 目前全台领取纸本券人数超过一千万人 不过店家收了振兴三倍券之后 要怎么兑换成现金 国民党立委批评个人摊商对线管道不清楚 导致店家往往拒收三倍券 行政院说明23号开始就开放店家 带着收到的三倍券对领现金 主要分为有统一编号 且有在金融机构开企业账户的业者 可到银行 邮局 农余会或信用合作社等据点 填写三倍券背面及对领单直接存入同名账户 至于是像小型商店及个人工作室的独资店家 则需要提出商业或税务登记证明 而要是没有统编的摊商 民宿或自营业者 可透过工会或协会带领 或是需投保职业工会 并由本人带着身份证件跟存费款账户资料 我们也就是开放就是让他们个人可以来申请 要提醒就是他们要带身份证件 也要带这个他们的账号才能够汇款 对领三倍券也不收手续费 不过会不会造成另一波的排队对领潮 财政部次长阮清华呼吁店家 跟往来金融机构事先约好时间 避免拥塞状况 如果对三倍券兑换流程还有不了解的地方 也可以拨打1988专线将有专人解答 原市新闻喜顾对付罗兰已顾立法院台北市采访报道